文章来源古语数据 90年代总是文艺创作的热土 上海滩繁华似锦 东北却迎来了漫长的季节 跨过大江大河 野海地区时事造英雄 中西部新系山海情尚在脱贫中 不同剧目书写同一年代 但好似不在同一时空 网友感慨世界折叠 黄金年代原来在30年前悄然而至 重返90年代的历史现场 当年的北上广都发展成什么样了 快马加鞭的城市化 90年代的主轴是一桩关于城市化的故事 北上广为首的都市群开始第一轮扩张 城郊的独户连结成吉镇 打工者们驻扎定居 家乡成为故乡 与此同时 新一批大学生来到城市求学 并努力留下学子化身游子 企业改制翻身入海 不确定性拥抱机遇 人们迁徙 各地徘徊 难以预言 十年后将长居何处 相罢而行的是港澳回归 深澳申请加入WTO的历史车流 滚滚向前 城市化让房地产有了变化 1998年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正式深化 住房福利分配制 全面转向货币购买 北上广市场首先响应 那时 房价跟股票一样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牵动着预期消费与喜怒哀乐 1999年 北京市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是4787元每平方米 全国居首 北京城不大 三环内的房子拉起了均价 彼时 天通院 回龙贯尚未成为税城 房价上在2000元左右 通州 顺义 还在全面开发的前夜 但4787元平已是全国多数职工买不起的价格 1999年 全国城镇在港职工的平均年收入为8346元 一年不够买两平 在那年 上海 广东房价位列北京之后 分别为3102元 与2911元每平 总体来看 全国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1857元每平 主要由北上广拉动 更多省市的房价仅为千元上下 一平方米的北京内环房子 可以在重庆 陕西 河南等地 买下五平方 今天的房价差距 在当年就已形成 高楼平地起 城市化总会爱上摩天大楼 90年代 中国前100名高的建筑 一半云集香港与上海 其中 上海拥有21座 为内地城市第一 其余城市 要在多年后才出现的高楼林立 在90年代的上海 不算稀奇 去如火如荼建设中的陆家随看看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中心大厦 作为三件套成员还在酝酿 但你已能看见多个超高层建筑 其中 东方明珠 468米 1994年建成 金茂大厦 421米 1999年建成 他们基金位列上海摩天大楼排行榜的第三与第四名 90年代的建设成就 至今还很能打 浦东施工忙 但上海居民 对于迁居浦东 还是心存疑虑 房价自然低于浦西 你要浦西一张床 不要浦东一间房 一律带来机遇 在90年代开工建设的陆家嘴房子们 如今报价不菲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地产造福的故事 在当年为勇敢者埋下了柱角 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热气腾腾的城市里 诞生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他们主要来自个体工商与外贸 根据中国统计年间数据 1995年 北京与上海各有49%与39%的从业者 属于第三产业 即从事农业 工业外的各项销售服务业 而第一产业 包括农畜牧鱼业的人数 仅为一成 这与全国已经截然不同 比如山海情故事里的宁夏 第一产业的从业者占比59% 云南的第一产业从业者比例达到了76% 传统畜牧业都是其要物 那时候 沿海地区的社会热词不是上岸 而是下海 在深圳 相应不同的到访者 摆地摊 买鞋子 也算创业 绿皮火车与招待所里装着的 都是满满当当的志向 与此同时 外贸业务员出现 他们协助国产货物走向世界 让国际品牌向中国市场涉足 而上海已是中国外贸业务最兴旺的城市 其中 第一批外贸专业的年轻人 从国企派遣至外企 或全职于外企 企业用功性质 带来了惊人的薪水 如同乘着时光机 来到当今的中国 90年代 位于上海的外企中国员工的月薪 可能达到数千元 乃至万元 新闻晨报曾报道 随着1993年 上海劳动制度改革完成 外企经理月薪可达四千多元 首席代表的月薪可达七八千元 津贴 补助 绩效等另算 市场化改革 让办公室脑力工作者得以职业化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白领 也是理想的全球化故事里的受益者 技术型劳动力的外派收入也很可观 根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制 1991年派往新加坡某公司的上海工程师 每月基本工资在1500新元以上 按照1比5的大致汇率换算 也超过7500元 享受的不仅是工资 还有出国 建设 以及洋货产品的购买能力 生活改头换面 1992年 关于商业零售领域 利用外资问题的批复发布 上海第一八百半 华润时代广场 东方商商和加士客 成为第一批外企通过合资形式 参与投资的零售商场 4年 上海华庭一事单开业 蓝扣 雅士兰带等美装品牌进入中国 价格不会便宜 但外贸白领的收入 足以成为第一批常先者 外贸与工商业发展 而股市是他们的镜像 1990年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先后成立 上证所初期只有八只股票 但增一度不设涨跌停限制 指数狂飙 深交所情况类似 钱哪怕设置了涨跌限制 股市也激进直涨难跌 中国第一股民 上海人杨百万杨怀定 于2021年去世 便在那时候为此后上亿散户 树立了标杆 这样的报复故事 每天会落在不少人头上 家境曾贫寒的人们 错愕 忐忑 惆怅满志 背后是乡土中国 身前是一腔暴富 物价也如同穿越时代 算由石斑鱼 美金130元 青蟹 美金70元 继为虾 美金80元 这是一份90年代出的 上海和平饭店的菜价 价格不菲 但有人消费得起 根据天津物价制的记载 1990年 天津猪肉的零售价格是2.3元一斤 羊肉的价格是2.98元一斤 带鱼价格4元一斤 猖鱼价格8.5元一斤 奢侈品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90年代起 Cartier Burberry Chanel等品牌 陆续在北京 上海与广州设置销售点 三大件 之后有了新目标 孟特娇 皮尔卡丹 鳄鱼等轻奢商务品牌 买的人多点 穿上去谈生意 每件都是当年的战袍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外貌白领 但北上广的居民 比全国人民收入的确高不少 还是以1995年为例 上海与广州城镇居民家庭 平均每人全年总收入突破7000元 北京为6237.9元 其他省市多为三四千元每年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的城乡收入差距维持的较好 1995年 上海农村人均纯年收入也有4000多元 达到城镇的一半 同时绝对值较高 甚至超过大多数省市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 沧海桑田 浦东农村也不差 收入的提升 体现在普通人的消费上 在那一年 上海居民的乃鱼乃制品的全年人均支出为114.2元 是全国唯一破百元的地方 北京为73.6元 而全国平均只花了31.4元 南京西路 淮海路 徐家会 商圈接连行程 店面林立 街道繁华 购物似今天一样便利 时至今日 西野海外品牌中国手店的能力 上海也是遥遥领先 90年代 北上广领先的还有国际餐饮 1987年 中国第一家肯德基餐厅 在北京前门开业 1989年 肯德基来到上海东东饭店 1990年 麦当劳在深圳西华宫开设中国内陆首家分店 这家店当时一份麦当劳巨无霸的标价为百元港币 据中经数据 百元港币在90年代初期约为人民币70元 直到20年后 这些快散品牌才陆续在中国地级市涌现 姗姗来迟 成为中国95后与00后的集体记忆 商品经济的旺盛生命力 还为上海与北京的婚恋世界早早带来了一些变化 如今天一样 90年代 上海人的离婚率就不低 在1999年达到4.62千分号 而北京为4.25千分号 均高于全国1.91千分号的水平 反观结婚率一直在全国中流处于不高不低的水平 这早与安徽 广东 山东等地 差异悬殊 这不算坏事 过低的离婚率带来的是社会结构的稳定 但暗藏着个体家庭里的隐忍与委屈 一般假设认为 繁荣的经济贸易 更容易带来自由婚姻观念的出现 因为人人挣钱 人人有话语权 尤其是在码头 多的是接触更多新鲜事物与思想的机会 电视剧《繁华》里的汪小姐率真 有韧劲和冲劲 她是第一批沿海白领女性 持有新婚姻观念的缩影 这成为人们敢爱敢恨的底气 追忆黄金年代 年代聚上心 总要引起怀念 重返九十年代 北上广虽繁荣 发展水平也很难比过今天 但黄金年代是对它最多的赞颂 社交媒体平台 聊到九十年代 人们谈及最多的有未来 希望生长 心态 舍得等词 十年前 我是舍得花一千元 买个短袖送给妈妈的人 现在啥都没有 九十九年 毕业上班 买了藤氏套装一千多 工资九百 现在抖音直播 买一件打底衫几十块钱 网友回忆 热评认为 回顾三十余年 最大的差别在于 九十年代敢花的钱 放到今天 不敢花了 未雨筹谋 总要准备周全 中年人的日子少了勇气 而年轻人把目标 从下海换成了上岸 那个年代 年底的奖金也近六位数 同事们一起聚餐 桌上 处着大哥大 还有认定 未来越来越好的眼中光芒 有人感慨 那是一个不断向上的电梯 你不用自己蹦跋 也会上去 当年的电梯 如今变成了楼梯 且楼梯的跨度越来越高 于是人们念旧 作为对抗时间的方式 回过头来看 九十年代 世界参思 人们的生活 还是比不过今天的成熟与便利 但生活像刚升起的太阳 尝到了甜头 以为会有一辈子的甜头 鸡长大了 就变成了鹅 鹅长大了 就变成了羊 羊长大了 就变成了牛 牛以后啊 馒头就长大了 馒头长大了 就不骑牛了 就坐火车 坐飞机 那个时候啊 日子就越来越好 活着中福贵与家珍的对话 也是北上广 与无数县城 已经历过的红利故事 旧的故事落脚 从故事里走出来的年轻人 在新的章节里 等待下一次繁华